中央军委 为加快军队现代化的步伐决定财军三分之一 军队总人数降至240万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总人数最少的时期 中央军事务部 在1957年国庆阅兵市上 国产奔机式轰炸机 尖机机第一次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检阅 中央军事务部